而关于薄熙来的整个审判 最后的宣判过程呢 我们特别访问了在中国大陆 非常知名的历史学家张立凡 张立凡的爸爸过去 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高官 1949年以后 事实上他是秘密的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最后当上了中共粮食部的部长 在文革的时候也曾经下遇 张立凡本人也因为红二代的关系 也跟着父亲进到了牢里头 张立凡在接受我们的资深记者 沈正彦来自于北京的独家专访的时候 他特别谈到了 在大陆称之为叫红二代 红二代指的就是像他们这些 当时呢曾经是共产党高官 在文革的时候坐牢 后来呢变成第二代的人 他们很特殊的心理状态 他说对他们而言 什么叫政治斗争 就是政治斗争 没有诚实可言 对许多人来说 他可能是个抽象的概念 但是所有的红二代是从这样的一个概念里头 才能够生存下来的 所以所有这种概念 就是没有诚实可言的政治斗争 根本深入红二代的骨子里 协议里淋漓尽致 薄熙来是最好的一项代表 那么他也评价了这次中国大陆 对于薄熙来的审理跟刑期的考量 薄熙来他本身有翻空 对于这个现在的最高权力是一种冒犯 张立凡 大陆近代史学者 父亲张乃琪是大陆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 当过国民政府的官 1949年后也当过中共粮食部的部长 文革期间被毛泽东打成右派 张立凡又年因此入狱 这让他特别了解大陆的政治生态 对他的指控他有一种本能的藐视 你们这个体制 这家公司 我们家本来就是大股东 规则本来都是我们家也参与制定的 就是你们算什么 就是没有我们父辈打下的江山 哪有你们的今天呢 张立凡说薄熙来让刀城震怒了 而出于山中全会前 领导城有树立权威的政治需求 必须重判薄熙来 而对薄熙来来说 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薄熙来他这次的这个庭上的表现 是自己占据了一个中国毛左的精神领袖的地位 而这个地位即使他住在监狱里 这个地位依然存在 那这个他就是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东山在岐 他留一口底气 所以他会冒这样的重判的风险来做这件事 说明他对今后中国大陆 这五到十年的政局 他要期盼 这个大陆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动 这种重判呢 从舆论的角度来看效果不是很理想 显得气量比较小 薄熙来他成功的利用了民粹主义 就是他利用了公众这种仇富的心理 薄熙来这么有信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日前中共最重要的理论性期刊 就发表了一篇网络文章 标题是捍卫我们的民主英雄 骨子里就是在挺薄 他利用了这个检方对他的这个估计不足 他突然发起绝地反击 这样呢他就达到了 同时达到了几个效果 一个是把舆论场搅乱了 一个呢是把高层搅乱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审判结束之后 这个中共的这些各媒体 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毛左或者薄粉的势力存在于民间 他也存在于体制内 而体制内我想党内各派要进行博弈 薄熙来至今还是一颗重要的棋子 博案的这个根本的实质 不是什么贪腐和滥用权力 而是谋求最高权力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为 应该说他在高层是有内应的 那具体到你问的周先生这个命运 那我觉得很可能取决于这种派系纷争 是否升级 薄熙来所搅起的这一潭死水 已经被他给搅动了 那么很有可能升级 因为如果打破这个所谓行不上常委的这种潜规则的话 那就没有篱笆了 就大家都可以这个放开手脚来打 那样的话 这个局面就有可能失控 薄熙来翻供其实是推翻了早先领导层对于处理国案的共识 最终导致薄熙来被判处的无期服辞 对薄熙来不服输的特性恐怕还会上诉 这场政治风波还没有画下句点 以上是中间新闻 李建廷、沈正燕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简直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简直方